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冰 一路标题所见,就是来做一期百利金拆笔的 那拆笔的话,我只拆这个M800 就拆活塞,然后拆笔件总成 因为百利金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拆 说实话,那这两支M200说实话 这支是那个透明示范的,故意拿出来的 M200到600都是这样子 就买这根示范主要就为这个原因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能看到这里的话,它是没有挪纹 它直接卡进去的这样子一个结构 那所以呢,不建议拆,因为一拆的时候 里面整个真空的就,气密性能会很受影响 所以说如果没有必要,千万不要拆 200到600或者千万不要拆 而且你看一下这里800 800它是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位置 这是之前拆146的那个工具 呃,反正就是,对 你看它是可以卡进去,但是 呃,200,200的话 看一下这边,这支是,现在是我上摸的 我就不拎这支了,那能看到这支200 200这个地方它是没有的 那有时候,呃,反正 呃,这个活塞,哦,往回弹弹了 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因为我的万宝龙146也是有这个问题 你看这样子,完全它又往回弹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 呃,我们先直接这样子我们先放一边 然后呢,我就直接这支笔 这一支应该是照理来说没有 我应该是没有上摸的,看一下 哎,对对对,没有上摸 没有上摸,那顺便,呃,拆之前 给你们看,呃,或者不用 给你们看一下,反正就是只要一支笔 呃,然后这个的拆笔工具 那反正就是之前146的那个,呃,就可以了 那拆的话通常 还有一个东西要准备的 这个,呃,那台片 那淘宝上面都能买 那我通常习惯是这样子 然后往那个,我左手拿笔 我现在是,记得它,呃,它的活塞 旋转的方向跟万宝龙是相反的 那这个,左手拿笔 然后往自己方向转 然后就能拆出来了 总之很简单,然后这个笔尖的话 就不建议拆,以前我拆过 我试过鸡尾过别的一个笔尖 就换过别的笔尖了 但是有时候不同笔尖它的厚度 会有一定影响 我,我的百力尖M200钢尖 我换过那个史密特笔尖进去吗 结果这个环卡住拔不出来了 整个笔尖就爆销了 对,呃,好,那我们回到整体 然后拆百力尖M800其实不会很难 那这样子 然后是,那万宝龙我记得是往外吗 它应该是往内,对 往我自己的方向 就现在往屏幕下方的方向这样去扭 那就可以出来了 那万宝龙它是往这,往外面那边方向 你记得就反正它们两个品牌的方向是相反的 如果同时有这两支笔的人要好好注意一下啊 好,再下来啊,这个是,是不是我之前上的那个 哦,这只可能是我这已经上过硅油了 好,其实你有看到我是平常都有上硅油的 然后拍完这个我去拍一期那一个,这个直接拿出来 然后这里就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平常淘宝你们能看到去卖的一个,呃,总成啊 这个的话我就,这个塑胶片其实也可以拆 但是呃,呃,呃,没必要 我觉得就不要拆了这个,这个反正它动得好好的 这个片其实也可以,你这应该直接拔就可以了 不过说实话,呃,没太敢动,算了 反正这个东西通常拆笔的就为了保养嘛 拆到这里就够了,这个就不用动它了 嗯,然后就是笔盖 然后再下来,然后你们能看到它里面的这个孔 你看它透到底了吧,我手指啊,这样能看到那个孔 那反正其实它整根笔后也是挺厚的 那我拍完这个我就拍一期那个上目量的插标 活塞跟平常吸磨器的 好,那拆完,然后通常就在清洁各种洗啊什么的,对吧 再下来以后那就是通常那比如说现在什么都做完了 那我们继续下面呢就这样子 呃,首先不是把这个放进去 是先要把这个放进去先 那没有任何的一个卡榫什么的 呃,旧版的那个八宝就不知道 我因为我这就是那个海洋漩涡嘛 属于属于现场的 呃,老笔通常呃,个人来讲不是特别感冒 然后这里转应该是三圈 一二三 虽然多久这个距离你们需要 嗯,怎么说 需要一点点那个时间去摸索 摸索完以后那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直接卡进去 卡进去以后直接,哎呀不好意思 卡进去以后稍微四点力,四指那边 然后悬进去 那你看到,呃,看一下这个是做什么的 看一下距离 那你活塞到这里了,对吧 然后呢,你悬开,哎,能这个地方,能卡进去 刚刚好 主要看这个距离,你这个距离没调整好 有时候可能我选到选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活塞就到底了 那基本上就是控制好这个距离 然后你这时候,呃,我通常是这样子进去 然后我刚刚是,然后往我自己方向 然后,哎呀,呃,我这个选出来了 好像活塞的那个摩擦力比较大 那没事,我们反回来 然后就这样子,哎呀,这边卡着,啊,卡好 然后这边,不好意思,选错方向了吗 这个,啊,对对对,方向记得要搞清楚啊 别硬来就是了,然后你这么选 选完以后来试一下 那通常在活塞的那个,刚刚前面那个口的边缘 会查点那个硅油 我通常会在这个,现在这样子上好 里面这种棉签清洁一下,然后再 笔杆清洁完,然后在这时候用棉签就怎么 就上那个硅油嘛,然后在那一笔那边也转一圈 然后这里多上几个圈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好,那一个,然后最后笔尖 那你就选上去,然后这时候选紧一点的时候就捏着 稍微看到紧了,再稍微轻轻一下,然后再回去 这时候再最后确定一次 那就基本上就OK了,那笔就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那就是今天的那个百利金拆笔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有什么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就下次见,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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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